在半天的工作室 目前,有民眾問到說 以前聽說 執法要不就是需要割頭皮 要不就是做微創方式 但是頭髮後面要整個剃整平頭 那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式呢? 現在醫學上的這個進展 已經從所謂的FUT就是割頭皮的方式 進展到FUE微窗的方式 但是頭髮後面要提成0.1公分的那種小平頭 到現在有另外一種方式就是可以做不用剃頭髮的微窗方式 叫做南薛餅的FUE 它的方式就是用比較新的技術把後面的頭髮維持一樣的長度 從裡面一根一根把毛羊拔出來 再撞到需要的地方 這樣子就可以讓我們的這些客戶在做完之後 隔天就可以離開回到工作崗位 其他的這些同事、民眾也不會發現 它對於很多人是一個很方便的方式 那像我自己本身在前幾天才接受過執法 所以還可以看到一點點的小痕跡 但是可以從後診部來看的話 是完全看不到痕跡跟拔痕 頭髮呢也是會留正常的長度 可以把它蓋住完全都看不到任何的痕跡 這也是現在一個科學的進步 帶給民眾的一個福音 那遇到有類似的問題的情況下 越早期發現是早期治療效果會比較好 避免到有些人經到很晚期的時候 後面的頭髮手剩不多前面又很空的情況下 就算要執法能夠補救的方法也是比較有限的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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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讓人家中的天啊 感谢观看